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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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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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可以回到一个小时候很静的感觉 所以是希望以后可以做到这个互相宠爱 我觉得你就说了什么时候能找到互相宠爱的感觉 我觉得不太远了 我觉得31号一块去看电影就能找到那种感觉 OK 出席 我觉得真的如果想控制身材要加入到你的团队当中 受到了多吃 就是后来那种感觉给你 啊 听你的 结果呢我从来挺长一段时间 发现还不如就听那个教练说 给他吃了 还来的比较简单 所以后来还是多种方法去跟着够 但出还聪明 啊 就就 就有点像真的在 啊 跟你 有 你种所谓的 不些语言的沟通 心灵的沟通 嗯 嗯 除非是第一次和一只小猪做些 有点发展 心灵沟通起来 你能体会到他想的是吗 我真的觉得他是跟其他宠物有生命 这是一样的 大家都觉得狗跟猫的那个狗啦 特别是他那个跟人的不同 比较直接 嗯 比较听得懂人的话 他都觉得猪没有那么远 但我觉得 跟他想出走了 其实我感觉到一样的思想 其实他可能比狗 爱犀利 嗯 所以就比较可能会 有时候不想吃 就不那么专心去做演戏这个思想 但我觉得基本上他有过那种 我养过虫 我那种事情 所以想对 真的小娃你刚才说的 我真的我一差点点笑 我真的 他光想着吃 不要想着演戏这样的一个事 对一只猪要求 就不是那么的充益啊 一点嫌弃感情上 对 这只猪是 红在我们俩中间的第三者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但是第一次跟猪演员 合作其实感受也是蛮特别的 嗯 因为他其实 虽然也是 受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但是相比较其他的作物来说的话 他可能 显得不那么特别的受控 对 所以我们现场很多时候 就是要 要更多的去配合他 然后 但是他也很萌啦 就是他踩人的时候 我们狗狗踩到你身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他 这个猪他本身 我们拍的时候已经有120-130斤了 然后再加上他的猪蹄 前面是尖的 硬的 他登登 就是这场戏的时候 他就一直往我身上踩 就是用踩到迹象的时候 就是还是有点痛的 对 有一点点害怕 对 但是 但是就是 就是 还是也是有陪伴萌的 嗯 OK 好 我相信这只小鱼 那个滑倒 我们来说你什么 今天 我们来一个 不像猫猫的 哦 我们就是这样 导演 对 是这样的 面对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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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牛肉 ended opposite こと 小娃 小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